早前提及银行提供的案揭预先批核服务,确可帮助准买家安心入市。 不过,疫情缓和及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下, 职压多月的置业需求正在释放。 逆下榫盘买少见少,准买家遇上心而好价单位或需及时决定入市。 这种情况下,虽时若两至四星期的案揭预先批核服务未必合用。 若不想等待预批结果,其实亦可循教简易方式了解自己的贷款能力。 若然准买家清楚自己的入市水平, 可用较简单变节的方式评估案揭负担能力。 例如可利用案揭转介公司或地产公司网页的案揭计算机。 即时了解自己可负担的最高案揭金额及可负担的楼价, 又或根据心目中的楼价。 了解符合压力测试的入市要求, 并可从网上股价工具参考物业估值。 这尤其适合固定收入人士。 举例,若准买家属于首次置业人士。 没有其他债务。 日常准时矫交卡数。 亦齐避税单良单的固定受新人士。 一般来说。 若他了解及符合上会所需的入市要求。 首期及置业费用。 基本上已可估算出可入市的楼价范围。 亦未必需要按揭与批服务。 此外。 对于一些按揭咨询及疑难。 熟悉银行审批方式及楼案措施的按揭转介公司。 亦可为准买家解答或提供建议。 并初步评估可负担楼价。 可说是较快捷的支援服务。 当然。 买楼属人生大事。 有不少准买家宁可花多些时间是插笔和楼盘。 以便找出适合心意的单位。 那么对于这些准买家来说。 在看楼期间同步进行按揭与批。 便可更有入市把握。 按揭与批亦适合一些未能掌握入息状况是否获批贷款的人士。 例如浮动入息。 未确定入息证明是否足够。 以有按揭或其他债务在身等情况。 有一点要留意。 虽然按揭与批结果已大致上确定批出贷款。 但当中由于未正式进入律师楼根进阶段。 若然最终物业出现与批时未发现的业权问题。 仍需代业权用清晰诱惑银行接纳解决方案。 方可或银行正式发放贷款额完成交易。 但这仅属个别情况。 未经许可遍 천年益将帝是否公主。 未经许可遍残回池。 全国长 家宜会的封销。 你将励定当中创业。 至今是预定防止赤问题。